Hello,今天这个视频是空瓶剂 第一个要说的是修丽可的紫米精华 它的主打成分是10%的玻色因 玻色因这个成分是欧莱雅家的一个专利成分 所以在兰蔻、赫莲娜这些产品里面都经常会看到它在宣传这个东西 它的主打功效在于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 其他的成分包括甘草酸二甲是抗炎成分 唯一是抗氧化的 使用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也没有什么刺激的现象 但是特别喜欢它的地方也没有 只是作为一款质地比较粘稠一点的精华 在冬天的时候用它就当作是多加一层保湿来用 虽然它的质地比较粘稠 但是吸收之后是不粘的 所以说使用感受上面算是及格 下一个是治本的特安修护基底液 它的主要成分有泛唇 也就是维生素B5 乳酸甘菌发酵产物绿叶 还有绞沙丸 它是一个主打保湿和维稳功效的一个基底液 用起来确实是很温和 但是我也在网上看到有些人说它甚至可以去斗 这种神奇的功效在我的脸上是一点也没有出现的 我看人家也没有生生自己有去斗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比较温和 适合敏感肌去用的基底液 我拿它的话是秋冬天 当成一个保湿款的水再用 两款Innisfree加的面膜 我先说这个鸡血草干 鸡血草的作用是修护和抗炎 我买它呢只是因为没有用过它们家的面膜 那就想着买一款主打修复成分的 这样的话它的质地上成分上 它会偏向于温和挂 我用下来的话觉得这款的面膜纸算是比较薄的 但是没有那么的服贴 可能是因为它在眼角呀 脸部的拐角啊 这个地方一般都会做切口的嘛 它没有做切口 所以是整张面膜纸在这些地方会容易产生一些褶皱 精华的质地是比较粘稠 干得比较快 所以使用感一般 如果说刚刚那款的使用感算是一般呢 这款神经鲜安的面膜 它的使用感是让我觉得有点踩到雷 其实它这个成分表上也是含有鸡血草干 还有其他的一些植物提取物 但是你看它的封面 它是主打一个蜂蜜 蜂胶 蜂王浆这个概念 所以当它主打这个概念的时候 它的形式就会往这个上面靠 它是做成一种冻状的精华 那这个其实我不是很理解 因为冻状的精华还是更适合涂抹式 硬要在面膜纸上的话 其实它挂不太住 大部分的精华都在袋子里面 所以我觉得冻状和纸质面膜 是一个没有什么必要 要把它们凑在一起的组合 用在脸上的不睡感也一般 很快就干了 所以不喜欢 但同样是主打蜂蜜旗号的面膜 这一个春雨的面膜就好用很多 它也是薄的面膜 精华量比较适中 用的时候补水感很好 用完之后冲洗度也很好 非常好冲洗 其实从配方上面来说 它更多的保湿成分是 海藻糖 透明脂酸钠 药囊素 还有各种植物提取物 就是一款舒缓保湿的面膜 结合使用感来说 这款面膜算是可以回购的 一个保湿面膜 戴科的防晒霜 这个在去年的防晒视频里面 我就有讲过 它的使用感是非常的水润 延展性很好 稍微一推就可以推出薄薄的一层 但是视觉上看起来会很有油光感 所以你用完之后 要用纸巾把它压一下 或者是扫上一层散粉 这个该怎么读 Lucobine 控油安瓶 是绿色的这款 这牌子说是西班牙品牌 但是好像其实是一个国产牌子 是因为之前看到网上有人推 说它一点也不粘 所以我之前用到安瓶 都觉得它过于一点粘稠 我就想来试一试 不粘的使用感是怎么样的 但事实上它还是很粘啊 它要用好久之后 它才可以慢慢的吸收 至于去痘和去闭口的能力 在我脸上的话 是闭口是不行的 痘痘的话 它可以帮我加速它的消炎 但是没有那么的快 那相比起来的话 我用理肤权K乳的时候 消炎的效果会好很多 一到两天 发炎的痘痘就会开始消肿 而且这种安瓶的形式 一次呢你是用不完一瓶的 但是你放两三天三四天的话 又很不方便存放 所以在方便度上来说 这种安瓶是没有什么优势 如果说它的效果特别好 我可以去克服一下 这种使用上的不方便 但是你又没有特别好 有很多同类型的产品 基本上都能做到这种 加速消炎一点点的作用 不值得我去克服 这个不方便去买了 所以不会回购 而且这个品牌 我看他们家官方旗舰店 现在是在停止营业中 说是要到三月底的时候 会重新开业 我不知道它后面 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那总之既然使用感一般 那我就不会回购 The Ordinary的人二酸 人二酸有控油和美白的作用 很多人买它是为了去痘 它的质地有点厚 推起来会有点卡卡的 而且也有点搓泥 所以说我用它的话 是只会点涂在有痘的地方 它的外面就不会再用其他的护肤品 我的感受是它可以帮助痘痘消炎 但同样的也是没有那么快 而且对于闭口黑头是无能为力的 对于黑头的话 我还是只能老老实实的加强清洁 3M的痘痘贴 我自从用过3M的痘痘贴之后 就把它推荐给了我身边的所有人 为什么觉得其他产品的去痘效果都没有那么快呢 因为这个痘痘贴实在是太快了 基本上你如果有大痘痘稍微把它挤一下 让它成为破口痘的话 贴上这个贴一页 第二天它就立刻平掉 我通常的做法是先贴这个 贴完这个以后呢 再用其他的去痘产品 或者是酸类产品去帮助我消炎 在我遇到的情况里面 只要你是破口痘 基本上都是有效的 所以这个我非常推荐 Vino的沐浴露 这是一个为敏感肌推出的 可以洗发也可以洗澡的产品 我买这个是因为我有过敏的问题 但没有查出过敏源 所以我只能是尽可能的小心 大部分时候呢都会用香皂 因为冲洗起来非常的干净 但是冬天用香皂 会导致身体非常干的情况 所以我就在冬天尝试了这一个 为敏感肌设计的 非常温和的这种沐浴产品 我没有拿它当洗发露用过 但是当做沐浴露来用的话 它真的真的非常的温和 那这种温和度相对应的 就是它的清洁力度会没有那么强 所以说我在用它的期间 一定要配合磨砂膏来使用 不然的话就很容易起豆之类的 所以这款虽然喜感非常的温和 还是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 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这么温和的东西 如果你是油皮 豆皮 或者是在夏天出汗比较多的情况 那么我就不建议去尝试这款 可以先收藏起来等冬天的时候再用 这款是幼天蓝的磨砂膏 其实从袋子里面的质地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它这个颗粒特别的细 而且是属于液体成分有点多的 所以太稀了 这个用起来的话会觉得磨砂力度非常的不够 而且它是这种袋子 你一旦开始用了之后它是站不住的 它上面是这种拧的盖子 你想一下你在浴室里面洗澡的情况 你要用双手把它拧开 可是你把它倒在这个手里的时候 你要再去盖它就不是很方便盖 所以说它的这种包装不是很方便 你要用它的话需要先拿一个广口瓶 把它给倒出来使用 那因为它的磨砂实在是太细了 对我来说力度不足 所以我不会再回购 这个是树上小屋的磨砂膏 这个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开始用了这个玫瑰的之后还没有用完 我就立刻又去涂了三罐其他口味的 它的磨砂成分是遮糖 保湿成分是干油 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植物油 它里面的液体成分不多 它的流动性跟乌杯比差不多 就是属于少少的液体 让你涂起来没有那么的干 但是不会让你有沐浴油 沐浴液的那种感觉 颗粒会比乌杯比稍微的大一点 稍微锋利一点 所以用起来的话会觉得稍微的有一丢丢痛 用的话力气要稍微小一点 但因为它的磨砂力度很够 所以用之后会觉得涂过的地方滑滑的很干净 所以使用感非常的好 这样它的香味又很好闻 不是那种特别冲鼻的味道 所以我还挺喜欢的 这个是一个最近的爱用品 多分身体乳 这个的优点是便宜大罐 质地水润 吸收起来也很快 所以适合春秋天 但是缺点是它的香肌味道确实是很浓很浓 所以如果你对香味比较敏感的话就算了 这个是联合烈华家的一款洗发露 它的香味确实是很好闻 是淡淡的花香调 而且它不是那种过于浓郁的洗发露 因为头皮的温度很高 有一些过于浓郁 而且又过于持久的香氛洗发露 第二天结合上人体的温度之后 会散发出太浓的味道 其实我个人是有点不太喜欢 但是这款的话它持久性没有那么强 所以只是在你使用的当下 给你一种淡淡的花香 然后产生一种愉悦感 虽然它上面号称是头血清理吸尘器 但它的洗感没有那么干燥 不像一般主打清洁款的洗发露 它更接近是水润款 是洗完之后不用护发素的时候 也会润润的那种质地 所以我个人还挺喜欢 这款洗发露的使用感受的 这个我不会读我就不读了 它是一个日本的发油 这个太清爽了吧 这个是我用过最最清爽的发油 以至于我觉得它没有必要做成发油 它的这种用完之后 给你头发的滋润度 也就跟一瓶护发素差不多吧 瓶身倒是很好看 很多人都是冲着颜值买的 但是它是塑料哦 它不是那种香水瓶子 很厚重很有质感的感觉 所以只是摆拍比较好看而已 前进的视频刚讲过 Recipes的护手霜 它是一个主打保湿成分的护手霜 花香味也非常的好闻 用起来比较水润 是推开非常薄的那种 但是它不是没有油感 我在纸圆刚到起皮的时候 会用一点点它来当做纸圆油 所以可以想象吗 它是有一点点油感 只不过因为它延展性很好 所以推起来很水润 而且吸收之后是不会油 也不会粘溢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挺适合春夏来用的 Recipes 治本的护手霜 它的滋润度会比Recipes稍微高一点 但是吸收之后会有油膜感 所以我不会回购 德国小柑橘的润唇膏 我一般比较喜欢买那种 罐装的润唇膏 不太买这种罐装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去 先拉的时候会容易加深唇纹 而罐装的你用手指挖出来 划开涂在最唇上 比较的温和 但这一支呢 它的质地非常的软 所以在用的时候 也不会牵拉到你的唇部皮肤 这种管装的润唇膏里面 这个算是很OK的 滋润度也是属于白天用完全OK 只不过夜间当唇膜 比较不够的一款润唇膏 所以很适合一年四季的时候 带出门补图 ZARA HOME的香薰蜡烛 这个是枝子花味的 这个味道还可以 但是没有我上一次做那个 宅家办公小物 那个视频里面提到的 Volio Spa的雪橙 没有那个好闻 还是很浓重的香精味 不是那种很淡很自然的味道 所以闻起来就会很商场 放在客厅还可以 因为它的味道比较的浓 而且又比较大罐 但是放在卧室的话 可能就有点熏人 所以算不上推荐 只能算是及格吧 最后一个是一个糖 是绿剑的脆皮薄荷糖 我买的这个是乌梅味的 它外面是脆皮 里面是软的 有点果汁糖的感觉 这个我觉得很好吃 虽然我手里现在 还有一大堆其他的口香糖 但等我吃完之后 如果超市还买得到这个 我就会再去买 他们家的其他口味 特别好吃 好了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空瓶剂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如果你有什么感兴趣的产品 也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在微博给我留言 我在微博上面 也经常会评测更多的产品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 今天这个视频是空瓶剂 第一个要说的是 修丽可的紫米精华 它的主打成分是10%的玻色因 玻色因这个成分 是欧莱雅家的一个专利成分 所以在兰蔻 赫莲娜这些产品里面 都经常会看到 它在宣传这个东西 它的主打功效在于 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 其他的成分 包括甘草酸二甲 是抗炎成分 唯一是抗氧化的 使用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也没有什么刺激的现象 但是特别喜欢它的地方 也没有 只是作为一款质地 比较粘稠一点的精华 在冬天的时候用它 就当做是多加一层保湿来用 虽然它的质地比较粘稠 但是吸收之后是不粘的 所以说使用感受上面算是及格 下一个是智本的特安修护基底液 它的主要成分有泛醇 也就是维生素B5 乳酸甘菌发酵产物绿叶 还有绞沙丸 它是一个主打保湿和维吻 功效的一个基底液 用起来确实是很温和 但是我也在网上看到 有些人说它甚至可以去痘 这种神奇的功效在我的脸上 是一点也没有出现的 我看人家也没有 生生自己有去痘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比较温和 适合敏感肌去用的基底液 我拿它的话是秋冬天 当成一个保湿款的水再用 两款Innisfree加的面膜 我先说这个鸡血草干 鸡血草的作用是修护和抗炎 我买它呢 只是因为没有用过它们家的面膜 那就想着买一款 主打修复成分的 这样的话它的质地上 成分上它会偏向于温和管 我用家来的话 觉得这款的面膜纸算是比较薄的 但是没有那么的服贴 可能是因为它在眼角呀 脸部的拐角啊 这个地方一般都会做切口的嘛 它没有做切口 所以是整张面膜纸 在这些地方会容易产生一些褶皱 精华的质地是比较粘稠 干的比较快 所以使用感一般 如果说刚刚那款的使用感 算是一般呢 这款神经鲜安的面膜 它的使用感是让我觉得 有点踩到雷 其实它这个成分表上也是含有鸡血草干 还有其他的一些植物提取物 但是你看它的封面 它是主打一个蜂蜜 蜂胶蜂蜂蜂蜂蜡 这个概念 所以当它主打这个概念的时候 它的形式就会往这个上面靠 它是做成一种冻状的精华 那这个其实我不是很理解 因为冻状的精华还是更适合涂抹式 硬要在面膜纸上的话 其实它挂不太住 大部分的精华都在袋子里面 所以我觉得冻状和纸质面膜 是一个没有什么必要 要把它们凑在一起的组合 用在脸上的不水感也一般 很快就干了 所以不喜欢 但同样是主打蜂蜜旗号的面膜 这一个春雨的面膜就好用很多 它也是薄的面膜 精华量比较适中 用的时候不水感很好 用完之后冲洗度也很好 非常好冲洗 其实从配方上面来说 它更多的保湿成分是 海藻糖 透明脂酸钠 药囊素 还有各种植物提取物 就是一款舒缓保湿的面膜 结合使用感来说 这款面膜算是可以回购的一个保湿面膜 戴科的防晒霜 这个在去年的防晒视频里面 我就有讲过 它的使用感是非常的水润 延展性很好 稍微一推就可以推出薄薄的一层 但是视觉上看起来会很有油光感 所以你用完之后 要用纸巾把它压一下 或者是扫上一层散粉 这个该怎么读 Lucobine 控油安平是绿色的这款 这牌子说是西班牙品牌 但是好像其实是一个国产牌子 那也是因为之前看到网上有人推 说它一点也不粘 所以我之前用到安平都觉得它过于一点粘稠 我就想来试一试 不粘的使用感是怎么样的 但事实上它还是很粘啊 它要用好久之后 它才可以慢慢的吸收 至于去痘和去闭口的能力 在我脸上的话是闭口是不行的 痘痘的话它可以帮我加速它的消炎 但是没有那么的快 那相比起来的话 我用理肤全K乳的时候 消炎的效果会好很多 一到两天 发炎的痘痘就会开始消肿 而且这种安平的形式 一次呢你是用不完一瓶的 但是你放两三天三四天的话 又很不方便存放 所以在方便度上来说 这种安平是没有什么优势 如果说它的效果特别好 我可以去克服一下这种使用上的不方便 但是你又没有特别好 有很多同类型的产品 基本上都能做到这种加速消炎 一点点的作用 不值得我去克服这个不方便去买了 所以不会回购 而且这个品牌我看他们家官方旗舰店 现在是在停止营业中 说是要到三月底的时候会重新开业 我不知道它后面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那总之既然使用感一般呢 我就不会回购 The Ordinary的仁二酸 仁二酸有控油和美白的作用 很多人买它是为了去痘 它的质地有点厚 推起来会有点卡卡的 而且也有点搓泥 所以说我用它的话 是只会点涂在有痘的地方 它的外面就不会再用其他的护肤品 我的感受是它可以帮助痘痘消炎 但同样的也是没有那么快 而且对于闭口黑头是无能为力的 对于黑头的话 我还是只能老老实实的加强清洁 3M的痘痘贴 我自从用过3M的痘痘贴之后 就把它推荐给了我身边的所有人 为什么觉得其他产品的去痘效果都没有那么快呢 因为这个痘痘贴实在是太快了 基本上你如果有大痘痘 稍微把它挤一下 让它成为破口痘的话 贴上这个贴一页 第二天它就立刻平掉 我通常的做法是先贴这个 贴完这个以后呢 再用其他的去痘产品 或者是酸类产品去帮助我消炎 在我遇到的情况里面 只要你是破口痘 基本上都是有效的 所以这个我非常推荐 Vino的沐浴露 这是一个为敏感肌推出的 可以洗发也可以洗澡的产品 我买这个是因为我有过敏的问题 但没有查出过敏源 所以我只能是尽可能的小心 大部分时候呢都会用香皂 因为冲洗起来非常的干净 但是冬天用香皂 会导致身体非常干的情况 所以我就在冬天尝试了这一个 为敏感肌设计的 非常温和的这种沐浴产品 我没有拿它当洗发露用过 但是当做沐浴露来用的话 它真的真的非常的温和 那这种温和度相对应的 就是它的清洁力度会没有那么强 所以说我在用它的期间 一定要配合磨砂膏来使用 不然的话就很容易起痘之类的 所以这款虽然洗感非常的温和 还是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 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这么温和的东西 如果你是油皮豆皮 或者是在夏天出汗比较多的情况 那么我就不建议去尝试这款 可以先收藏起来等冬天的时候再用 这款是又天蓝的磨砂膏 其实从袋子里面的质地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它这个颗粒特别的细 而且是属于液体成分有点多的 所以太稀了 这个用起来的话 会觉得磨砂力度非常的不够 而且它是这种袋子 你一旦开始用了之后 它是站不住的 它上面是这种凝的盖子 你想一下你在浴室里面洗澡的情况 你要用双手把它拧开 可是你把它倒在这个手里的时候 你要再去盖它就不是很方便盖 所以说它的这种包装不是很方便 你要用它的话 需要先拿一个广口瓶 把它给倒出来使用 那因为它的磨砂实在是太细了 对我来说力度不足 所以我不会再回购 这个是树上小屋的磨砂膏 这个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开始用了这个玫瑰的之后 还没有用完 我就立刻又去涂了三罐 其他口味的 它的磨砂成分是遮糖 保湿成分是甘油 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植物油 它里面的液体成分不多 它的流动性跟乌卑比差不多 就是属于少少的液体 让你涂起来没有那么的干 但是不会让你有沐浴油 沐浴液的那种感觉 颗粒会比乌卑比稍微的大一点 稍微锋利一点 所以用起来的话 会觉得稍微的有一丢丢痛 用的话力气要稍微小一点 但因为它的磨砂力度很够 所以用之后会觉得涂过的地方 滑滑的很干净 所以使用感非常的好 这样它的香味又很好闻 不是那种特别创鼻的味道 所以我还挺喜欢的 这个是一个最近的爱用品 多芬身体乳 这个的优点是便宜大罐 质地水润 吸收起来也很快 所以适合春秋天 但是缺点是 它的香精味道确实是很浓很浓 所以如果你对香味比较敏感的话 就算了 这个是联合烈华家的一款洗发露 它的香味确实是很好闻 是淡淡的花香调 而且它不是那种过于浓郁的洗发露 因为头皮的温度很高 有一些过于浓郁 而且又过于持久的香风洗发露 第二天结合上人体的温度之后 会散发出太浓的味道 其实我个人是有点不太喜欢 但是这款的话 它持久性没有那么强 所以只是在你使用的当下 给你一种淡淡的花香 然后产生一种愉悦感 虽然它上面号称是头血清理吸尘器 但它的洗感没有那么干燥 不像一般主打清洁款的洗发露 它更接近是水润款 是洗完之后不用护发素的时候 也会润润的那种质地 所以我个人还挺喜欢 这款洗发露的使用感受的 这个我不会读 我就不读了 它是一个日本的发油 这个太清爽了吧 这个是我用过最最清爽的发油 以至于我觉得 它没有必要做成发油 它的这种用完之后 给你头发的滋润度 也就跟一瓶护发素差不多吧 瓶身倒是很好看 很多人都是冲着颜值买的 但是它是塑料哦 它不是那种香水瓶子 很厚重很有质感的感觉 所以只是摆拍比较好看而已 最近的视频刚讲过 Recipist的护手霜 它是一个主打保湿成分的护手霜 花香味也非常的好闻 用起来比较水润 是推开非常薄的那种 但是它不是没有油感 我在指缘刚到起皮的时候 会用一点点它来当做指缘油 所以可以想象吗 它是有一点点油感 只不过因为它延展性很好 所以推起来很水润 而且吸收之后是不会油 也不会粘腻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 还挺适合春夏来用的 Recipist 这本的护手霜 它的滋润度会比Recipist 稍微高一点 但是吸收之后会有油膜感 所以我不会回购 德国小柑橘的润唇膏 我一般比较喜欢买那种 罐装的润唇膏 不太买这种管装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去 牵拉的时候会容易加深唇纹 而罐装的你用手指挖出来 化开涂在嘴唇上 比较的温和 但这一支呢 它的质地非常的软 所以在用的时候 也不会牵拉到你的唇部皮肤 这种管装的润唇膏里面 这个算是很OK的 滋润度也是属于白天用完全OK 只不过夜间当唇膜 比较不够的一款润唇膏 所以很适合一年四季的时候 带出门补图 ZARA HOME的香薰蜡烛 这个是枝子花味的 这个味道还可以 但是没有我上一次做那个 宅家办公小屋 那个视频里面提到的 Volue Spa的雪橙 没有那个好闻 还是很浓重的香精味 不是那种很淡很自然的味道 所以闻起来就会很伤场 换在客厅还可以 因为它的味道比较的浓 而且又比较大罐 但是放在卧室的话 可能就有点熏人 所以算不上推荐 只能算是及格吧 最后一个是一个糖 是绿剑的脆皮薄荷糖 我买的这个是乌美味的 它外面是脆皮 里面是软的 有点果汁糖的感觉 这个我觉得很好吃 虽然我手里现在 还有一大堆其他的口香糖 但等我吃完之后 如果超市还买得到这个 我就会再去买 他们家的其他口味 特别好吃 好了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空瓶剂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如果你有什么感兴趣的产品 也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在微博给我留言 我在微博上面 也经常会评测更多的产品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 今天这个视频是空瓶剂 第一个要说的是 修丽可的紫米精华 它的主打成分是10%的玻色因 玻色因这个成分 是欧莱雅家的一个专利成分 所以在兰蔻 赫莲娜 这些产品里面都经常会看到 它在宣传这个东西 它的主打功效在于 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 其他的成分 包括甘草酸二甲 是抗炎成分 唯一是抗氧化的 使用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也没有什么刺激的现象 但是特别喜欢它的地方也没有 只是作为一款质地比较粘稠一点的精华 在冬天的时候用它 就当做是多加一层保湿来用 虽然它的质地比较粘稠 但是吸收之后是不粘的 所以说使用感受上面算是及格 下一个是智本的特安修护基底液 它的主要成分有泛唇 也就是维生素B5 乳酸甘菌发酵产物绿叶 还有绞沙丸 它是一个主打保湿和维稳 功效的一个基底液 用起来确实是很温和 但是我也在网上看到 有些人说它甚至可以去痘 这种神奇的功效 在我的脸上是一点也没有出现的 我看人家也没有生生 自己有去痘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比较温和 适合敏感肌去用的基底液 我拿它的话是秋冬天 当成一个保湿款的水再用 两款Innisfree加的面膜 我先说这个积雪草干 积雪草的作用是修护和抗炎 我买它呢只是因为 没有用过它们家的面膜 那就想着买一款主打修复成分的 这样的话它的质地上成分上 它会偏向于温和卦 我用家来的话觉得 这款的面膜纸算是比较薄的 但是没有那么的服贴 可能是因为它在眼角呀 脸部的拐角啊 这个地方一般都会做切口的嘛 它没有做切口 所以是整张面膜纸 在这些地方会容易产生一些褶皱 精华的质地是比较粘稠 干得比较快 所以使用感一般 如果说刚刚那款的使用感 算是一般呢 这款神经鲜胺的面膜 它的使用感是让我觉得 有点踩到雷 其实它这个成分表上 也是含有积雪草干 还有其他的一些植物提取物 但是你看它的封面 它是主打一个蜂蜜 蜂胶 蜂王浆这个概念 所以当它主打这个概念的时候 它的形式就会往这个上面靠 它是做成一种冻状的精华 那这个其实我不是很理解 因为冻状的精华 还是更适合涂抹式 硬要在面膜纸上的话 其实它挂不太住 大部分精华都在袋子里面 所以我觉得冻状和纸质面膜 是一个没有什么必要 要把它们凑在一起的组合 用在脸上的不睡感也一般 很快就干了 所以不喜欢 但同样是主打蜂蜜旗号的面膜 这一个春雨的面膜就好用很多 它也是薄的面膜 精华量比较适中 用的时候补水感很好 用完之后冲洗度也很好 非常好冲洗 其实从配方上面来说 它更多的保湿成分是 海藻糖 透明脂酸钠 尿囊素 还有各种植物提取物 就是一款舒缓保湿的面膜 结合使用感来说 这款面膜算是可以回购的 一个保湿面膜 戴科的防晒霜 这个在去年的防晒视频里面 我就有讲过 它的使用感是非常的水润 延展性很好 稍微一推就可以推出薄薄的一层 但是视觉上看起来 会很有油光感 所以你用完之后 要用纸巾把它压一下 或者是扫上一层散粉 这个该怎么读 Lucobine 控油安瓶是绿色的这款 这牌子说是西班牙品牌 但是好像其实是一个国产牌子 那也是因为之前看到 网上有人推 说它一点也不粘 所以我之前用到安瓶 都觉得它过于一点粘稠 我就想来试一试 不粘的使用感是怎么样的 但事实上它还是很粘啊 它要用好久之后 它才可以慢慢的吸收 至于去痘和去闭口的能力 在我脸上的话 是闭口是不行的 痘痘的话 它可以帮我加速它的消炎 但是没有那么的快 那相比起来的话 我用理肤全K乳的时候 消炎的效果会好很多 一到两天 发炎的痘痘就会开始消肿 而且这种安瓶的形式 一次呢 你是用不完一瓶的 但是你放两三天 三四天的话 又很不方便存放 所以在方便度上来说 这种安瓶是没有什么优势 如果说它的效果特别好 我可以去克服一下 这种使用上的不方便 但是你又没有特别好 有很多同类型的产品 基本上都能做到这种 加速消炎一点点的作用 不值得我去克服 这个不方便去买了 所以不会回购 而且这个品牌 我看他们家官方旗舰店 现在是在停止营业中 说是要到三月底的时候 会重新开业 我不知道它后面 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那总之既然使用感一般呢 我就不会回购 The Ordinary的人二酸 人二酸有控油和美白的作用 很多人买它是为了去痘 它的质地有点厚 推起来会有点卡卡的 而且也有点搓泥 所以说我用它的话 是只会点涂在有痘的地方 它的外面就不会再用 其他的护肤品 我的感受是 它可以帮助痘痘消炎 但同样的也是没有那么快 而且对于闭口黑头 是无能为力的 对于黑头的话 我还是只能老老实实的 加强清洁 3M的痘痘贴 我自从用过3M的痘痘贴之后 就把它推荐给了 我身边的所有人 为什么觉得其他产品的 去痘效果都没有那么快呢 因为这个痘痘贴实在是太快了 基本上你如果有大痘痘 稍微把它挤一下 让它成为破口痘的话 贴上这个贴一页 第二天它就立刻平掉 我通常的做法是 先贴这个 贴完这个以后呢 再用其他的去痘产品 或者是酸类产品 去帮助我消炎 在我遇到的情况里面 只要你是破口痘 基本上都是有效的 所以这个我非常推荐 Vino的沐浴露 这是一个为敏感肌推出的 可以洗发 也可以洗澡的产品 我买这个是因为 我有过敏的问题 但没有查出过敏源 所以我只能是 尽可能的小心 大部分时候呢 都会用香皂 因为冲洗起来非常的干净 但是冬天用香皂 会导致身体非常干的情况 所以我就在冬天 尝试了这一个 为敏感肌设计的 非常温和的这种沐浴产品 我没有拿它当洗发露用过 但是当做沐浴露来用的话 它真的真的非常的温和 那这种温和度相对应的 就是它的清洁力度 会没有那么强 所以说我在用它的期间 一定要配合磨砂膏来使用 不然的话就很容易起豆之类的 所以这款虽然喜感非常的温和 还是建议大家 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 不是所有人都需要 这么温和的东西 如果你是油皮 豆皮 或者是在夏天 出汗比较多的情况 那么我就不建议去尝试这款 可以先收藏起来 等冬天的时候再用 这款是又天蓝的磨砂膏 其实从袋子里面的质地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它这个颗粒特别的细 而且是属于液体成分 有点多的 所以太稀了 这个用起来的话 会觉得磨砂力度非常的不够 而且它是这种袋子 你一旦开始用了之后 它是站不住的 它上面是这种凝的盖子 你想一下你在浴室里面洗澡的情况 你要用双手把它凝开 可是你把它倒在这个手里的时候 你要再去盖它 就不是很方便盖 所以说它的这种包装不是很方便 你要用它的话 需要先拿一个广口瓶 把它给倒出来使用 那因为它的磨砂实在是太细了 对我来说力度不足 所以我不会再回购 这个是树上小屋的磨砂膏 这个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开始用了这个玫瑰的之后 还没有用完 我就立刻又去涂了三罐 其他口味的 它的磨砂成分是遮糖 保湿成分是干油 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植物油 它里面的液体成分不多 它的流动性跟乌baby差不多 就是属于少少的液体 让你涂起来没有那么的干 但是不会让你有沐浴油 沐浴液的那种感觉 颗粒会比乌baby稍微的大一点 稍微锋利一点 所以用起来的话会觉得稍微的有一丢丢痛 用的话力气要稍微小一点 但因为它的磨砂力度很够 所以用之后会觉得涂过的地方 滑滑的很干净 所以使用感非常的好 加上它的香味又很好闻 不是那种特别冲鼻的味道 所以我还挺喜欢的 这个是一个最近的爱用品 多分身体乳 这个的优点是便宜大罐 质地水润 吸收起来也很快 所以适合春秋天 但是缺点是它的香肌味道 确实是很浓很浓 所以如果你对香味比较敏感的话就算了 这个是联合烈华家的一款洗发露 它的香味确实是很好闻 是淡淡的花香调 而且它不是那种过于浓郁的洗发露 因为头皮的温度很高 有一些过于浓郁 而且又过于持久的香氛洗发露 第二天结合上人体的温度之后 会散发出太浓的味道 其实我个人是有点不太喜欢 但是这款的话 它持久性没有那么强 所以只是在你使用的当下 给你一种淡淡的花香 然后产生一种愉悦感 虽然它上面号称是头血清理吸尘剂 但它的洗感没有那么干燥 不像一般主打清洁款的洗发露 它更接近是水润款 是洗完之后不用护发素的时候 也会润润的那种质地 所以我个人还挺喜欢 这款洗发露的使用感受的 这个我不会读 我就不读了 它是一个日本的发油 这个太清爽了吧 这个是我用过最最清爽的发油 以至于我觉得 它没有必要做成发油 它的这种用完之后 给你头发的滋润度 也就跟一瓶护发素差不多吧 瓶身倒是很好看 很多人都是冲着颜值买的 但是它是塑料哦 它不是那种香水瓶子 很厚重很有质感的感觉 所以只是摆拍比较好看而已 最近的视频刚讲过 Recipes的护手霜 它是一个主打保湿成分的护手霜 花香味也非常的好闻 用起来比较水润 是推开非常薄的那种 但是它不是没有油感 我在纸圆刚到起皮的时候 会用一点点它来当做纸圆油 所以可以想象吗 它是有一点点油感 只不过因为它延展性很好 所以推起来很水润 而且吸收之后是不会油 也不会黏腻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挺适合 春夏来用的 Recipes 制本的护手霜 它的滋润度会比 Recipes稍微高一点 但是吸收之后会有油膜感 所以我不会回购 德国小柑橘的润唇膏 我一般比较喜欢买那种 罐装的润唇膏 不太买这种罐装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去 先拉的时候会容易加深唇纹 而罐装的你用手指挖出来 划开涂在唇上 比较的温和 但这一支呢 它的质地非常的软 所以在用的时候 也不会牵拉到你的唇部皮肤 这种管装的润唇膏里面 这个算是很OK的 滋润度也是属于 白天用完全OK 只不过夜间当唇膜 比较不够的一款润唇膏 所以很适合 一年四季的时候 带出门补图 ZARA HOME的香薰蜡烛 这个是枝子花味的 这个味道还可以 但是没有我上一次做那个 宅家办公小屋 那个视频里面提到的 Volue Spa的雪橙 没有那个好闻 还是很浓重的香精味 不是那种很淡很自然的味道 所以闻起来就会很伤长 放在客厅还可以 因为它的味道比较的浓 而且又比较大罐 但是放在卧室的话 可能就有点熏人 所以算不上推荐 只能算是及格吧 最后一个是一个糖 是绿溅的脆皮薄荷糖 我买的这个是乌梅味的 它外面是脆皮 里面是软的 有点果汁糖的感觉 这个我觉得很好吃 虽然我手里现在 还有一大堆其他的口香糖 但等我吃完之后 如果超市还买得到这个 我就会再去买 他们家的其他口味 特别好吃 好了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空瓶剂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如果你有什么感兴趣的产品 也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在微博给我留言 我在微博上面 也经常会评测更多的产品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哈喽 今天这个视频是空瓶剂 第一个要说的是 修丽可的紫米精华 它的主打成分是10%的波色因 波色因这个成分 是欧莱雅家的一个专利成分 所以在兰蔻 赫莲娜 这些产品里面都经常会看到 它在宣传这个东西 它的主打功效在于 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 其他的成分 包括甘草酸二甲 是抗炎成分 唯一是抗氧化的 使用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也没有什么刺激的现象 但是特别喜欢它的地方也没有 只是作为一款质地 比较粘稠一点的精华 在冬天的时候用它 就当作是多加一层保湿来用 虽然它的质地比较粘稠 但是吸收之后是不粘的 所以说使用感受上面算是及格 下一个是治本的特安修护基底液 它的主要成分有泛唇 也就是维生素B5 乳酸甘菌发酸产物绿叶 还有绞沙丸 它是一个主打保湿和维稳 功效的一个基底液 用起来确实是很温和 但是我也在网上看到 有些人说它甚至可以去痘 这种神奇的功效 在我的脸上是一点也没有出现的 我看人家也没有生成 自己有去痘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比较温和 适合敏感肌去用的基底液 我拿它的话是秋冬天 当成一个保湿款的水再用 两款Innisfree加的面膜 我先说这个鸡血草干 鸡血草的作用是修护和抗炎 我买它呢只是因为没有用过他们家的面膜 那就想着买一款主打修复成分的 这样的话它的质地上 成分上它会偏向于温和挂 我用起来的话觉得这款的面膜纸 算是比较薄的 但是没有那么的服贴 可能是因为它在眼角呀 脸部的拐角啊 这个地方一般都会做切口的嘛 它没有做切口 所以是整张面膜纸在这些地方 会容易产生一些褶皱 精华的质地是比较粘稠 干的比较快 所以使用感一般 如果说刚刚那款的使用感算是一般呢 这款神经鲜胺的面膜 它的使用感是让我觉得 有点踩到雷 其实它这个成分表上 也是含有鸡血草干 还有其他的一些植物提取物 但是你看它的封面 它是主打一个蜂蜜 蜂胶蜂蜂蜂蜂蜡 这个概念 所以当它主打这个概念的时候 它的形式就会往这个上面靠 它是做成一种冻状的精华 那这个其实我不是很理解 因为冻状的精华 还是更适合涂抹式 硬要在面膜纸上的话 其实它挂不太住 大部分的精华都在袋子里面 所以我觉得冻状和纸质面膜 是一个没有什么必要 要把它们凑在一起的组合 用在脸上的不睡感也一般 很快就干了 所以不喜欢 但同样是主打蜂蜜旗号的面膜 这一个春雨的面膜就好用很多 它也是薄的面膜 精华量比较适中 用的时候不睡感很好 用完之后冲洗度也很好 非常好冲洗 其实从配方上面来说 它更多的保湿成分是 海藻糖 透明脂酸钠 药囊素 还有各种植物提取物 就是一款舒缓保湿的面膜 结合使用感来说 这款面膜算是可以回购的 一个保湿面膜 戴科的防晒霜 这个在去年的防晒视频里面 我就有讲过 它的使用感是非常的水润 延展性很好 稍微一推就可以推出薄薄的一层 但是视觉上看起来 会很有油光感 所以你用完之后 要用纸巾把它压一下 或者是扫上一层散粉 这个该怎么读 Lucobine 控油安平是绿色的这款 这牌子说是西班牙品牌 但是好像其实是一个国产牌子 那也是因为之前看到网上有人推 说它一点也不粘 所以我之前用到安平 都觉得它过于一点粘稠 我就想来试一试 不粘的使用感是怎么样的 但事实上它还是很粘啊 它要用好久之后 它才可以慢慢的吸收 至于去痘和去闭口的能力 在我脸上的话 是闭口是不行的 痘痘的话 它可以帮我加速它的消炎 但是没有那么的快 那相比起来的话 我用理肤权K乳的时候 消炎的效果会好很多 一到两天 发炎的痘痘就会开始消肿 而且这种安平的形式 一次呢你是用不完一瓶的 但是你放两三天三四天的话 又很不方便存放 所以在方便度上来说 这种安平是没有什么优势 如果说它的效果特别好 我可以去克服一下 这种使用上的不方便 但是你又没有特别好 有很多同类型的产品 基本上都能做到这种 加速消炎一点点的作用 不值得我去克服 这个不方便去买了 所以不会回购 而且这个品牌我看他们家官方旗舰店 现在是在停止营业中 说是要到三月底的时候 会重新开业 我不知道它后面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那总之既然使用感一般呢 我就不会回购 The Ordinary的 人二酸 人二酸有控油和美白的作用 很多人买它是为了去痘 它的质地有点厚 推起来会有点卡卡的 而且也有点搓泥 所以说我用它的话 是只会点涂在有痘的地方 它的外面就不会再用其他的护肤品 我的感受是 它可以帮助痘痘消炎 但同样的也是没有那么快 而且对于闭口黑头是无能为力的 对于黑头的话 我还是只能老老实实的加强清洁 3M的痘痘贴 我自从用过3M的痘痘贴之后 就把它推荐给了我身边的所有人 为什么觉得其他产品的去痘效果 都没有那么快呢 因为这个痘痘贴实在是太快了 基本上你如果有大痘痘 稍微把它挤一下 让它成为破口痘的话 贴上这个贴一页 第二天它就立刻平掉 我通常的做法是先贴这个 贴完这个以后呢 再用其他的去痘产品 或者是酸类产品去帮助我消炎 在我遇到的情况里面 只要你是破口痘 基本上都是有效的 所以这个我非常推荐 Vino的沐浴露 这是一个为敏感肌推出的 可以洗发也可以洗澡的产品 我买这个是因为我有过敏的问题 但没有查出过敏源 所以我只能是尽可能的小心 大部分时候呢都会用香皂 因为冲洗起来非常的干净 但是冬天用香皂 会导致身体非常干的情况 所以我就在冬天尝试了这一个 为敏感肌设计的 非常温和的这种沐浴产品 我没有拿它当洗发露用过 但是当做沐浴露来用的话 它真的真的非常的温和 那这种温和度相对应的 就是它的清洁力度会没有那么强 所以说我在用它的期间 一定要配合磨砂膏来使用 不然的话就很容易起豆之类的 所以这款虽然喜感非常的温和 还是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 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这么温和的东西 如果你是油皮豆皮 或者是在夏天出汗比较多的情况 那么我就不建议你去尝试这款 可以先收藏起来等冬天的时候再用 这款是又天蓝的磨砂膏 其实从袋子里面的质地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它这个颗粒特别的细 而且是属于液体成分有点多的 所以太稀了 这个用起来的话会觉得磨砂力度非常的不够 而且它是这种袋子 你一旦开始用了之后它是站不住的 它上面是这种凝的盖子 你想一下你在浴室里面洗澡的情况 你要用双手把它拧开 可是你把它倒在这个手里的时候 你要再去盖它就不是很方便盖 所以说它的这种包装不是很方便 你要用它的话需要先拿一个广口瓶 把它给倒出来使用 那因为它的磨砂实在是太细了 对我来说力度不足 所以我不会再回购 这个是树上小屋的磨砂膏 这个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开始用了这个玫瑰的之后还没有用完 我就立刻又去涂了三罐其他口味的 它的磨砂成分是遮糖 保湿成分是干油 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植物油 它里面的液体成分不多 它的流动性跟乌杯比差不多 就是属于少少的液体 让你涂起来没有那么的干 但是不会让你有沐浴油沐浴液的那种感觉 颗粒会比乌杯比稍微的大一点 稍微锋利一点 所以用起来的话会觉得稍微的有一丢丢痛 用的话力气要稍微小一点 但因为它的磨砂力度很够 所以用之后会觉得涂过的地方滑滑的很干净 所以使用感非常的好 这样它的香味又很好闻 不是那种特别冲鼻的味道 所以我还挺喜欢的 这个是一个最近的爱用品 多芬身体乳 这个的优点是便宜大罐 质地水润 吸收起来也很快 所以适合春秋天 但是缺点是它的香精味道确实是很浓很浓 所以如果你对香味比较敏感的话就算了 这个是联合烈华家的一款洗发露 它的香味确实是很好闻 是淡淡的花香调 而且它不是那种过于浓郁的洗发露 因为头皮的温度很高 有一些过于浓郁 而且又过于持久的香氛洗发露 第二天结合上人体的温度之后 会散发出太浓的味道 其实我个人是有点不太喜欢 但是这款的话它持久性没有那么强 所以只是在你使用的当下 给你一种淡淡的花香 然后产生一种愉悦感 虽然它上面号称是头血清理吸尘器 但它的洗感没有那么干燥 不像一般主打清洁款的洗发露 它更接近是水润款 是洗完之后不用护发素的时候 也会润润的那种质地 所以我个人还挺喜欢这款洗发露的使用感受的 这个我不会读我就不读了 它是一个日本的发油 这个太清爽了吧 这个是我用过最最清爽的发油 以至于我觉得它没有必要做成发油 它的这种用完之后给你头发的滋润度 也就跟一瓶护发素差不多吧 瓶身倒是很好看 很多人都是冲着颜值买的 但是它是塑料哦 它不是那种香水瓶子 很厚重很有质感的感觉 所以只是摆拍比较好看而已 最近的视频刚讲过Recipist的护手霜 它是一个主打保湿成分的护手霜 花香味也非常的好闻 用起来比较水润 是推开非常薄的那种 但是它不是没有油感 我在纸圆干到起皮的时候 会用一点点它来当做纸圆油 所以可以想象吗 它是有一点点油感 只不过因为它延展性很好 所以推起来很水润 而且吸收之后是不会油 也不会粘腻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挺适合春夏来用的 Recipist 这本的护手霜 它的滋润度会比Recipist稍微高一点 但是吸收之后会有油膜感 所以我不会回购 德国小柑橘的润唇膏 我一般比较喜欢买那种罐装的润唇膏 不太买这种罐装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去牵拉的时候 会容易加深唇纹 而罐装呢 你用手指挖出来 化开 涂在嘴唇上 比较的温和 但这一支呢 它的质地非常的软 所以在用的时候 也不会牵拉到你的唇部皮肤 这种管装的润唇膏里面 这个算是很OK的 滋润度也是属于白天用完全OK 只不过夜间当唇膜 比较不够的一款润唇膏 所以很适合一年四季的时候 带出门补涂 ZARA HOME的香薰蜡烛 这个是枝子花味的 这个味道还可以 但是没有我上一次 做那个宅家办公小屋 那个视频里面提到的 Volue Spa的雪橙 没有那个好闻 还是很浓重的香精味 不是那种很淡很自然的味道 所以闻起来就会很伤场 放在客厅还可以 因为它的味道比较的浓 而且又比较大罐 但是放在卧室的话 可能就有点熏人 所以算不上推荐 只能算是及格吧 最后一个是一个糖 是绿溅的脆皮薄荷糖 我买的这个是乌梅味的 它外面是脆皮 里面是软的 有点果汁糖的感觉 这个我觉得很好吃 虽然我手里 现在还有一大堆 其他的口香糖 但等我吃完之后 如果超市还买得到这个 我就会再去买 他们家的其他口味 特别好吃 好了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空瓶剂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如果你有什么感兴趣的产品 也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在微博给我留言 我在微博上面 也经常会评测更多的产品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 今天这个视频是空瓶剂 第一个要说的是 修丽可的紫米精华 它的主打成分是10%的玻色因 玻色因这个成分 是欧莱雅家的一个专利成分 所以在兰蔻 赫莲娜 这些产品里面 都经常会看到 它在宣传这个东西 它的主打功效在于 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 其他的成分 包括甘草酸二甲 是抗炎成分 唯一是抗氧化的 使用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也没有什么刺激的现象 但是特别喜欢它的地方也没有 只是作为一款 质地比较粘稠一点的精华 在冬天的时候用它 就当作是多加一层保湿来用 虽然它的质地比较粘稠 但是吸收之后是不粘的 所以说使用感受上面算是及格 下一个是治本的特安修护基底液 它的主要成分有泛唇 也就是维生素B5 乳酸甘菌发酵产物绿叶 还有绞沙丸 它是一个主打保湿和维稳 功效的一个基底液 用起来确实是很温和 但是我也在网上看到 有些人说它甚至可以去痘 这种神奇的功效 在我的脸上是一点也没有出现的 我看人家也没有生上 自己有去痘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比较温和适合敏感肌去用的基底液 我拿它的话是秋冬天 当成一个保湿款的水再用 两款Innisfree加的面膜 我先说这个积雪草干 积雪草的作用是修护和抗炎 我买它呢 只是因为没有用过它们家的面膜 那就想着买一款主打修复成分的 这样的话它的质地上 成分上它会偏向于温和挂 我用下来的话 觉得这款的面膜纸算是比较薄的 但是没有那么的服贴 可能是因为它在眼角呀 脸部的拐角啊 这个地方一般都会做切口的嘛 那它没有做切口 所以是整张面膜纸在这些地方 会容易产生一些褶皱 精华的质地是比较粘稠 干的比较快 所以食用感一般 如果说刚刚那款的食用感算是一般呢 这款神经鲜胺的面膜 它的食用感是让我觉得 有点踩到雷 其实它这个成分表上 也是含有积雪草干 还有其他的一些植物提取物 但是你看它的封面 它是主打一个蜂蜜 蜂胶 蜂蜂蜂蜢蜢这个概念 所以当它主打这个概念的时候 它的形式就会往这个上面靠 它是做成一种冻状的精华 那这个其实我不是很理解 因为冻状的精华 还是更适合涂抹式 硬要在面膜纸上的话 其实它挂不太住 大部分精华都在袋子里面 所以我觉得冻状和纸质面膜 是一个没有什么必要 要把它们凑在一起的组合 用在脸上的不睡感也一般 很快就干了 所以不喜欢 但同样是主打蜂蜜旗号的面膜 这一个春雨的面膜就好用很多 它也是薄的面膜 精华量比较适中 用的时候不睡感很好 用完之后冲洗度也很好 非常好冲洗 其实从配方上面来说 它更多的保湿成分是 海藻糖 透明脂酸钠 药囊素 还有各种植物提取物 就是一款舒缓保湿的面膜 结合使用感来说 这款面膜算是可以回购的 一个保湿面膜 戴科的防晒霜 这个在去年的防晒视频里面 我就有讲过 它的使用感是非常的水润 延展性很好 稍微一推就可以推出薄薄的一层 但是视觉上看起来 会很有油光感 所以你用完之后 要用纸巾把它压一下 或者是扫上一层散粉 这个该怎么读 Lucobine控油安瓶 是绿色的这款 这牌子说是西班牙品牌 但是好像其实是一个国产牌子 那也是因为之前看到 网上有人推 说它一点也不粘 所以我之前用到安瓶 都觉得它过于一点粘稠 我就想来试一试 不粘的使用感是怎么样的 但事实上它还是很粘啊 它要用好久之后 它才可以慢慢的吸收 至于去痘和去闭口的能力 在我脸上的话 是闭口是不行的 痘痘的话 它可以帮我加速它的消炎 但是没有那么的快 那相比起来的话 我用理肤全K乳的时候 消炎的效果会好很多 一到两天 发炎的痘痘就会开始消肿 而且这种安瓶的形式 一次呢你是用不完一瓶的 但是你放两三天三四天的话 又很不方便存放 所以在方便度上来说 这种安瓶是没有什么优势 如果说它的效果特别好 我可以去克服一下 这种使用上的不方便 但是你又没有特别好 有很多同类型的产品 基本上都能做到这种 加速消炎一点点的作用 不值得我去克服这个不方便去买了 所以不会回购 而且这个品牌 我看他们家官方旗舰店 现在是在停止营业中 说是要到三月底的时候 会重新开业 我不知道它后面 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那总之既然使用感一般呢 我就不会回购 The Ordinary的人二酸 人二酸有控油和美白的作用 很多人买它是为了去痘 它的质地有点厚 推起来会有点卡卡的 而且也有点搓泥 所以说我用它的话 是只会点涂在有痘的地方 它的外面就不会再用其他的护肤品 我的感受是 它可以帮助痘痘消炎 但同样的也是没有那么快 而且对于闭口黑头是无能为力的 对于黑头的话 我还是只能老老实实的加强清洁 3M的痘痘贴 我自从用过3M的痘痘贴之后 就把它推荐给了我身边的所有人 为什么觉得其他产品的去痘效果 都没有那么快呢 因为这个痘痘贴实在是太快了 基本上你如果有大痘痘 稍微把它挤一下 让它成为破口痘的话 贴上这个贴一页 第二天它就立刻平掉 我通常的做法是先贴这个 贴完这个以后呢 再用其他的去痘产品 或者是酸类产品去帮助我消炎 在我遇到的情况里面 只要你是破口痘 基本上都是有效的 所以这个我非常推荐 Vino的沐浴露 这是一个为敏感肌推出的 可以洗发也可以洗澡的产品 我买这个是因为我有过敏的问题 但没有查出过敏源 所以我只能是尽可能的小心 大部分时候呢都会用香皂 因为冲洗起来非常的干净 但是冬天用香皂会导致身体 非常干的情况 所以我就在冬天尝试了这一个 为敏感肌设计的 非常温和的这种沐浴产品 我没有拿它当洗发露用过 但是当做沐浴露来用的话 它真的真的非常的温和 那这种温和度相对应的 就是它的清洁力度 会没有那么强 所以说我在用它的期间 一定要配合磨砂膏来使用 不然的话就很容易起痘之类的 所以这款虽然喜感非常的温和 还是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选择 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这么温和的东西 如果你是油皮 豆皮 或者是在夏天出汗比较多的情况 那么我就不建议你去尝试这款 可以先收藏起来 等冬天的时候再用 这款是幼天蓝的磨砂膏 其实从袋子里面的质地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它这个颗粒特别的细 而且是属于液体成分有点多的 所以太稀了 这个用起来的话 会觉得磨砂力度非常的不够 而且它是这种袋子 你一旦开始用了之后 它是站不住的 它上面是这种凝的盖子 你想一下你在浴室里面洗澡的情况 你要用双手把它凝开 可是你把它倒在这个手里的时候 你要再去盖它 就不是很方便盖 所以说它的这种包装不是很方便 你要用它的话 需要先拿一个广口瓶 把它给倒出来使用 那因为它的磨砂实在是太细了 对我来说力度不足 所以我不会再回购 这个是树上小屋的磨砂膏 这个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开始用了这个玫瑰的之后 还没有用完 我就立刻又去涂了三罐 其他口味的 它的磨砂成分是遮糖 保湿成分是甘油 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植物油 它里面的液体成分不多 它的流动性跟U-baby差不多 就是属于少少的液体 让你涂起来没有那么的干 但是不会让你有沐浴油 沐浴液的那种感觉 颗粒会比U-baby稍微的大一点 稍微锋利一点 所以用起来的话 会觉得稍微的有一丢丢痛 用的话力气要稍微小一点 但因为它的磨砂力度很够 所以用之后会觉得涂过的地方 滑滑的很干净 所以使用感非常的好 加上它的香味又很好闻 不是那种特别创鼻的味道 所以我还挺喜欢的 这个是一个最近的爱用品 多芬身体乳 这个的优点是便宜大罐 质地水润 吸收起来也很快 所以适合春秋天 但是缺点是 它的香精味道确实是很浓很浓 所以如果你对香味比较敏感的话 就算了 这个是联合列华家的一款洗发露 它的香味确实是很好闻 是淡淡的花香调 而且它不是那种过于浓郁的洗发露 因为头皮的温度很高 有一些过于浓郁 而且又过于持久的香风洗发露 第二天结合上人体的温度之后 会散发出太浓的味道 其实我个人是有点不太喜欢 但是这款的话 它持久性没有那么强 所以只是在你使用的当下 给你一种淡淡的花香 然后产生一种愉悦感 虽然它上面号称是头血清理吸尘器 但它的洗感没有那么干燥 不像一般主打清洁款的洗发露 它更接近是水润款 是洗完之后不用护发素的时候 也会润润的那种质地 所以我个人还挺喜欢 这款洗发露的使用感受的 这个我不会读 我就不读了 它是一个日本的发油 这个太清爽了吧 这个是我用过最最清爽的发油 以至于我觉得 它没有必要做成发油 它的这种用完之后 给你头发的滋润度 也就跟一瓶护发素差不多吧 瓶身倒是很好看 很多人都是冲着颜值买的 但是它是塑料哦 它不是那种香水瓶子 很厚重很有质感的感觉 所以只是摆拍比较好看而已 最近的视频刚讲过 Recipes的护手霜 它是一个主打保湿成分的护手霜 花香味也非常的好闻 用起来比较水润 是推开非常薄的那种 但是它不是没有油感 我在纸圆干到起皮的时候 会用一点点它来当做纸圆油 所以可以想象吗 它是有一点点油感 只不过因为它延展性很好 所以推起来很水润 而且吸收之后是不会油 也不会粘腻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挺适合春夏来用的 Recipes 这本的护手霜 它的滋润度会比Recipes稍微高一点 但是吸收之后会有油膜感 所以我不会回购 德国小柑橘的润唇膏 我一般比较喜欢买那种罐装的润唇膏 不太买这种管装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去牵拉的时候 会容易加深唇纹 而罐装的你用手指挖出来 划开涂在唇上 比较的温和 但这一支呢 它的质地非常的软 所以在用的时候也不会牵拉到你的唇部皮肤 这种管装的润唇膏里面 这个算是很OK的 自润度也是属于白天用完全OK 只不过夜间当唇膜比较不够的一款润唇膏 所以很适合一年四季的时候带出门补涂 ZARA HOME的香薰蜡烛 这个是枝子花味的 这个味道还可以 但是没有我上一次做那个宅家办公小屋 那个视频里面提到的Volume Spa的雪橙 没有那个好闻 还是很浓重的香精味 不是那种很淡很自然的味道 所以闻起来就会很商场 放在客厅还可以 因为它的味道比较的浓 而且又比较大罐 但是放在卧室的话可能就有点熏人 所以算不上推荐 只能算是及格吧 最后一个是一个糖 是绿剑的脆皮薄荷糖 我买的这个是乌美味的 它外面是脆皮 里面是软的 有点果汁糖的感觉 这个我觉得很好吃 虽然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大堆其他的口香糖 但等我吃完之后 如果超市还买得到这个 我就会再去买他们家的其他口味 特别好吃 好了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空瓶剂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如果你有什么感兴趣的产品 也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在微博给我留言 我在微博上面 也经常会评测更多的产品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